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防务新观察 我是沙尘 日前 美国 日本和澳大利亚 在夏威夷举行的三国防长会议上 讨论了促进国防领域联合研发协议 另外我们看到韩国也在考虑加入奥库斯 相关情况 先来看一个短片 日本共同社报道 即4月初 美日奥飞在南海举行首次联合海上演习后 四国防务部门负责人于5月2号至4号 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会谈 确认加强安全保障合作 在此期间 日本 美国 澳大利亚 还于5月2号在夏威夷举行的三国防长会议上 讨论了促进国防领域联合研发协议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表示 美方计划对驻日美军的指挥控制系统进行重新评估 正在深入研究驻日美军的最佳组织方式 以及必要的装备 另据韩媒报道 5月1号 韩国和澳大利亚举行 第六次外长防长会议 共同探讨韩方加入奥库斯的可能性 据日美报道 日前日本向菲律宾交付了一座移动型防空雷达 这是菲律宾从日本三菱公司采购的 四套雷达系统的一部分 据飞军称 雷达除了飞机和无人机外 还可准确跟踪海上船舶 同时还方便在离岛等地展开运用 此外 日本政府还将向飞提供 五座海洋兼式用雷达 小灰先给我们解读一下 你看刚才短片当中提到 日本 美国 澳大利亚三国防长 讨论的所谓促进国防领域联合研发协议 这是不是意味着 日本在进入奥库斯之后的 这个步伐的加快 确实我们会看到三方进行合作 那么首先想到的是此前 美国宣布的奥库斯要进一步扩原 而且明确地邀请日本加入 而这一次在国防方面联合研发 很显然美国关注到的是 未来在进一步的拓展同盟体系 在亚洲织网的过程当中 盟友和伙伴到底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而这个时候我们关注奥库斯 会看到奥库斯的发展 是有它的所谓的套路的 从2021年9月份 美 英 澳三国宣布 进行三方的这种安全合作 我们所谓的奥库斯之后 大家首先把目光聚焦在核潜艇方面 确实核潜艇是奥库斯的第一支柱 但是之后很快美国意识到 只有一个支柱实力不稳 还需要所谓的第二支柱乃至扩展 第三支柱 所谓的联合研发 当然是美国主导 所以美国在让奥库斯扩原 以及在扩大合作领域的过程当中 自己始终要说了算 所以尽管进行的是三方防长的讨论 好像是各自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是从核心来说 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希望在技术研发 尤其是三国军备未来发展方面 主导自己的盟友 来配合自己的目标 甚至会把一些脏货累货都甩给盟友 所以在三方讨论的时候 这个讨论是不平等的 美国的战略意图是凸显的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消息说 现在奥库斯还想把韩国拉下水 那现在要把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 拉入到这个奥库斯集团当中 这对整个的亚太的这种局势 会带来什么影响 其实呢 不管是邀请日本加入 还是此前呢 有多方消息称 新西兰也是奥库斯所看中的 一个扩原的目标 那么现在呢 韩国方面呢 似乎也有一些意愿 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的是 从这个奥库斯扩原来说 第二支柱是主要的平台 再加入的伙伴 是不直接进入到核潜艇合作 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的 要保证所谓的第一支柱 它能立得更稳 而这第一支柱 如果无限的扩大 可能会造成更多的影响 那么最初的三国呢 也担心节外生枝 但另外一方面呢 很显然 拉盟友加入的时候 美国是有自己的考虑的 首先说到韩国 美日韩三方合作 我们观察到 去年从这个戴文英峰会之后 美国希望能够进一步 拉进日韩之间的关系 这个小三角要坐稳 所以呢 在不断地推动三边合作的时候 如果把韩国也纳入奥库斯的话 那么是把韩国更紧密地 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在亚太地区更多的扩展盟友 希望呢 把这个核潜艇合作 以及呢 相关的其他的项目 进一步的拓展的时候 肯定会引起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 平衡会打破 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 其实呢 是在精密机床 以及呢 在这个半导体等方面 各自有各自的长处 所以说到我们 刚才提到的奥库斯的第二支柱 在先进技术方面的 一系列的发展 盟友呢 也可以分担美方的成本 所以这对于亚太地区产生的影响 恐怕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影响 在高科技 规则制定等各方面 美国都要展示霸权 可能会产生更多 对地区局势的刺激 同时也会给各国的发展 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另外我们了解到 日本的计划在2024财年末 要设立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司令部 加强他的这种空中地面 海上的自卫队力量的 一体化的作战 另外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美军要重新评估 就是驻日美军的指挥控制系统 这跟日本自卫队要建立的 联合作战司令部 有一个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自卫队要打造联合作战司令部 就是要把日本的 陆海空三支自卫队的 这种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 那么构建起大量兵力的 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能力 它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 也就是说 要有一个高度集成的大脑 现在大脑已经出现了 而且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 都在拼命地提升自身的这种进攻能力 和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 那么在西太范围内 它指向大型岛屿 指向台海方向的 这样的一个意图 是越来越露骨 越来越明显 那么在这种大规模的 联合夺岛行动的过程当中 海上自卫队扮演的是运兵队 同样也是战斗队 包括日本海上自卫队 它的宙斯顿战舰 也会使用防空火力 去对于海上的运兵平台 进行掩护 当然了未来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这些宙斯顿战舰 还会装备从美国引进的 战斧式巡航导弹 也可以在数百公里 或者说上千公里的距离上 针对岛屿目标 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 那么现在为什么美国 是针对日本进行 最大程度的军事松绑 甚至要调整 驻日美军的 这样的一个指挥体系 那么就是要最大程度的 针对日本自卫队 进行这种放虎出山 放虎出笼 让这只凶猛的老虎 去替美军打工 让日本它的这种 联合的作战体系 能够集中更多的兵力 去配合美国作战 那么一旦美国在亚太地区 尤其是在西太 挑起了大国冲突 或者是大国战争 它希望所有的 日本自卫队的作战力量 都会成为它的炮灰和挡箭牌 另外我们看到 现在日本向菲律宾 交付了首作移动的防空雷达 而且刚才短片当中提到 这个移动防空雷达 不光可以跟踪飞机 无人机 还可以跟踪海上的船舶 另外还方便在离岛使用 就未来菲律宾 拿到了这个雷达以后 它会怎么样部署 菲律宾强化针对南海的 情报搜集能力 用的是日本的眼睛 因为现在在菲律宾 它的全国的这种雷达的 这个升级方案当中 有一个三加一的项目 都是要从日本采购 这个先进的雷达系统 那么三部固定雷达 它的最大的搜索距离 可以达到500公里左右 而且是S波段 主要是针对南海方向 和台海方向上的 这种空中的飞行目标 进行探测 那么最近交付的这部 是一个车载的 机动部署的 对空搜索雷达系统 它是TPSP14ME型的 这个机动雷达 虽然说它不像固定雷达那样 搜索距离可以达到500公里 但是350公里的 这种对空目标的 有效搜索距离 也可以让它成为 一个移动的前哨站 和一个移动的情报站 那么可以利用 C130运输机进行运输 也可以使用菲律宾 小型的这个登陆艇 进行转运 可以在菲律宾 任何一个岛屿上 进行这种 机动灵活的部署 那么不排除 它也会被部署 在菲律宾的北部 那么针对台海方向 去搜索 或者是侦查 这样的一些空中目标 那么由于 这样的一些雷达设备 都是日本提供的 那么双方之间 肯定是有情报的 共享机制 因为现在日本自卫队 已经把它的军事触角 伸向了南海的 这样的一个区域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 它的战斗机 此前已经和菲律宾的空军 进行过这种 联合的训练活动 那以后 利用互惠准入协定 包括和美军 能够共享 菲律宾的一些 这个军事设施 那么不排除 日本的航空自卫队 会以菲律宾作为跳板 针对南海 显示军事存在 我们看到 美国现在计划 升级标准二型导弹 以强化其 拦截中程导弹的 这种能力 相关情况 来看一个短片 据党内媒体报道 台防务部门 出台快骑专案 研制自杀式无人攻击艇 以完成立项研究工作 此项目主要是将 勇武无人靶船进行升级 并计划于2026年进行量产 根据介绍 无人靶船系统 可配合相关 无人水上载具项目 可加装雷达 武器 声纳等模块 以执行进岸防卫 攻击 真雷 真钱等任务 据传 台海军及陆军 军队该无人艇有兴趣 需求量可能达200余艘 邻居党内媒体报道 美军一架C130J运输机 日前执行最大耐力操作试飞 用26小时 自德州飞至关岛 展现续航力 台空军现有19架 C130H运输机 除了进行日常运捕 台军从事空降跳伞训练时 也需搭乘该型机进行 台军演习时 也会由C130H运输机 装载各式军机零组件 飞至台东补充后勤能量 并曾实际演练汉马车空投 把该型机运用价值最大化 经过改装的C130 还能转职成员巨杀手 美媒称 美国海军已授予雷神公司 价值3.44亿美元的研发合约 将针对现有标准2 标准6防空导弹 进行衍生型改良 其中改良后的标准2导弹 将首度引入主动雷达导引机制 进一步强化 对中程导弹的拦截性能 雷神公司表示 新型标准导弹研发 主要针对对外军手 雇处美国外 澳 加 日 韩等四国 未来可优先采购 两款新皮次导弹 现在台军计划研制的 这个所谓的自杀式无人攻击艇 上面可以装很多模块 比如说声纳 武器装备 包括它的这个雷达 你怎么看未来这样的自杀式 无人攻击艇会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而且你看台方的这个 多个军种都表达了 对这个所谓自杀式 无人攻击艇的兴趣 而且需求量目前有200多艘 这么大的量要用在哪儿 乌军在黑海区域内 使用自杀式的无人艇 确实是取得了一些战果 现在台军是试图进行 拙劣的模仿 要打造独立自主研制的 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攻击艇 但是它在使用的层面 有很多的限制 因为我们看台军所提出的 这个快骑专案 其实并不是重新研制 一款新式的自杀式无人艇 而是在台湾海军的 这个勇武靶船的基础上 对它进行技术改造 那么这个勇武靶船 就是采用这种橘红色的涂装 然后上面顶着一个雷达罩 那么主要是在实弹演习的过程当中 作为靶子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比较小的 虽然说航空速度比较快 可以达到30多节 或者是接近40节的水平 但是它的最大的遥控距离 只有六七十公里左右 那么想要进行极群化的使用 它是要依托于陆地上的遥控站 或者说舰艇上的遥控站 对它进行这种信号的发送 那么一旦在相关的区域内 遭到了强烈的电子干扰 那么这个信号联系被切断之后 它就会在海上成为无头的苍蝇 还有一个呢 这个挺身本身是非常脆弱的 因为作为靶船进行使用 它不会考虑到这个防御能力 即使使用这个中小口径的机炮 包括重机枪 就可以对它的艇体进行轻易地击穿 我认为呢 解放军的海上作战体系 完全有能力对它进行防范 而且呢也有能力 对它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打击 除此之外呢 也要强化水面战舰的预警能力 和这种防御的能力 比如说在这个舰载雷达方面 针对水面上的小型的高速移动目标 我们要看得清 要看得准 那么如果它进行这种 无人挺的这个偷袭 最终的下场和结果 就是自投落网 我们看到台军现役的 这个C130H运输机 它的机领已经快40年了 但是我们看现在 让它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 要让这一型机 要让发挥它的最大化的价值 您认为台军它想让这一型飞机 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从目前台军对于C130运输机 包括老旧机型的运用当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实战的色彩 对于台军使用C130运输机 进行演训的时候 某种程度应对的是一种 所谓的冲突发生时的状态 由运输机运送一些相关的部件装备 来进行这种后勤的补给 以及在关键的时候 投送一些装甲车等装备 都是台军现在希望在战事状态下 所能够希望达成的效能 而另外我们还注意到的是 现在台方认为 未来与美之间的合作 不仅仅要有军事战术的意味 还要有政治上的进一步的延伸 而这个时候台方提出了一个设想 由台军的C130运输机 飞到美国来进行演训 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 不仅仅是来测试运输机 长途飞行的能力 而更是美台之间在军事合作方面 从这个桌面下偷偷摸摸 摆到桌面上大张旗鼓 一系列的这种相关信息的炒作 所以可以从中看出的是 美台军事勾连 现在从台方的角度来说 有很多的交集 寻找与美方进一步突破的契机 而从美国方面来说 也在关注台军 到底有哪些能力是急需提升 而在进行合作的过程当中 试图拿捏尺度 另外东西我们看到 美军现在计划升级 它的这个标准二导弹 要引入主动雷达导引机制 然后强化它拦截中程导弹的能力 就这种改造和升级完成之后 它的针对性是什么 中东地区的导弹攻防战 和鸿海区域内的席船战 让美国海军意识到 它的宙斯顿战舰 所面临的导弹威胁 是要大于它所面临的 由战斗机和其他的军用飞机 所带来的威胁 那么标准二型的这个舰空导弹 在宙斯顿系统当中 本质上是最老的一个型号 此前主要是针对 来袭的战斗机进行这个拦截 它的反导能力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弱的 那么通过技术改造之后 主要是为它换装 这个雷达的引导头 让它具备更强的 主动的跟踪目标 和这个锁定目标的这个能力 那么当然了 它也会保留针对战斗机的 这样的一个打击能力 但是反导的功能会得到强化 同样美国海军也是希望 在所谓大国博弈 大国冲突的 这样一个作战环境当中 提升整个编队 甚至包括提升整个航母编队的 综合性的反导能力 那么不仅可以使用标准三 去拦截弹道导弹 那么也可以让标准二 去兼职进行这样的一个反导作战 那么仅仅是针对标准二 它的引导头进行升级 其实对于先进的导弹系统 尤其是高超音速导弹 其实没有太大的效果 因为现在就连标准三都拦不住 你对于标准二进行简单的升级 像一些具备很强突防能力的 反舰弹道导弹 包括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还是能够在千里之外 针对它的周斯顿系统 进行这个突破 那么针对它的大型核动力航母 也会具备更强的 威慑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 俄乌冲突 那因为俄罗斯的无人机 能够有效地发现 并且摧毁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所以现在乌克兰 已经把这一型坦克撤离了接触线 具体情况来看一个短片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 由于俄罗斯无人机 能有效发现并摧毁 美国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乌克兰军队已经将其撤离接触线 五角大楼证实了这一消息 并称美国将与乌方 一同调整乌军的战术 据美联社报道 过去两个月来 乌军已经损失31辆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中的五辆 美国国防新闻报道 美国在应对以色列乌克兰的 军援需求时 面临库存不足的挑战 美国国防部不得不调整军援力度 甚至动用最低限度的军备储备 据悉 以色列向美国提出的 部分援助请求已被拒绝 美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分析称 美国武器库存可能已低于 同时应付两场战争所需的数量 或许仅能满足一场战争的需求 于前 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帕维尔扎列夫斯基表示 波兰正在申请加入北约核共享的计划 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权和完全控制权 将由美国掌握 杜达总统此前表示 波兰政府准备在本国境内部署美国的核武器 据俄罗斯报网站报道 波兰当局将向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 本国北部地区调遣军事技术装备和人员 白俄罗斯国防部高级官员日前称 波兰购买的进攻性武器 旨在打击其他国家境内的目标 除了购买韩国坦克 购买海马斯导弹外 波兰还将购买300多枚反雷达导弹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在乌克兰的出现 曾经被一些美国媒体视作是 作战行动的一个转折 但你看现在的转折恰恰是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被乌克兰撤离了接触线 所以东旭怎么看这样一个所谓的转折 乌军的士兵开着美国提供的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上前线 应该是没有取得多少的战果 反而是被打得灰头土脸 现在是当了逃兵 已经从一线给撤下来了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 就是美国提供的主战坦克的数量 是比较少的 难以形成规模性的优势 三三两两的上战场 很容易遭到对方反坦克火力的围歼 那么更重要的是 是战术层面出现了一些偏差和错误 因为乌克兰军队使用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主要是把它作为一个移动的装甲炮台 去进行使用 并没有有效地发挥坦克的机动性 这说明北约虽然向乌克兰援助了 很多地面的主战装备 但是在这种体系化的作战方面 乌克兰军队并没有学到 北约成员国的一些战术和战法 那么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 送到一线的作战区域很快就成了消耗品 那么对于俄军而言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三三两两的冲锋 那么是不通不扬的 我们看到波兰已经申请加入核共享计划 如果说它进入了这个核共享计划 美国会怎么样对它进行一个核武装 美国的战术核武器 能不能够部署到波兰境内 波兰现在国内有非常激烈的讨论 很多人的一方面 是希望与美国之间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 但显然又担心步子卖得太大 可能会踩过红线 引起俄罗斯方面的直接反应 我们长期以来再观察 北约东义一直是紧张态势加剧 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 尤其是过去几个月当中 应该说风险在进一步的上升 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国家认为 东义将首当其冲 成为俄罗斯下一阶段进攻的目标 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北约成员的波兰 希望与美国进一步的进行军事方面的绑定 来应对东义出现的这种压力的上升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会看到 所谓美国将给波兰提供什么样的保护 其实美国自己也在进行评估 一方面美国当然希望整合北约 以反俄为旗号 美国拉拢更多的盟友和伙伴 在军事方面加强投入 是达到了预期 但这个时候美国也非常担心的是 如果有一些盟友和伙伴表现得过为焦虑 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承担的是更大的 对于自身的安全风险 在这样的一种理念的指引之下 现在波兰方面的申请 美国方面的回应还是较为克制的 尤其是在今年大选年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任何一个动作是不是会引火上身 都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东旭你怎么看波兰在这个时候 展现出如此强的进攻性 首先在北约针对俄罗斯的 这种兵力的部署和调动的过程当中 波兰方面一直是非常积极的 不仅组织了很多的军事演习 而且针对它的武器装备 进行了快速的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更新 就是强化了地面作战部队的 这种进攻性的能力 而且波兰一直是在北约 这个军事集团的内部 是要求关注的 因为波兰认为 一旦北约介入俄乌冲突 首先可能波兰它是一个兵力投送 或者说进行进攻性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一旦北约和俄罗斯出现了军事冲突 出现了非常激烈的矛盾 那波兰就需要一个护身符 甚至是一个保命的这样的一个稻草 它认为如果美国和它进行这种核共享 比如说把战术核武器部署在波兰的军事基地当中 美军的这个战斗机可以挂装和投掷 那么波兰的战斗机也可以挂装和投掷 就可以在北约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 保证波兰的所谓安全性 但是它不应该忘记 俄罗斯同样也是一个核武器的强国和大国 所以现在波兰提出了这种核共享的主张 虚张声势的成分会更多一些 另外小黑我们看到有美国智库提出这样的分析 认为现在美国的武器库存 已经难以同时应付两场战争的需要 可能只能满足一场战争的需求 如果说需要做出取舍的话 你觉得美方首要和优先的援助对象会是谁 其实从哈德逊研究所发布的这份报告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现在考虑的核心问题 并不是取舍的问题 而是美国不要取舍要兼顾的问题 我们会看到在乌克兰危机延续 而巴以冲突升级的背景之下 美国一直心心念念的还是亚太地区 如果我们仔细看哈德逊研究所 这个保守派智库在近些年发布的报告 可以说所谓畅衰美军 这是一个经常使用的套路 畅衰当然不是说美军真正的已经落后和衰弱 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引起美国国内的关注 为美军获得更多的拨款 在分蛋糕的时候分到更大的一块 所以从这样的一份报告当中 其实看出的是 美国要坚决维护美式霸权的这样的一种用心 但同时也反映出的是 在多年来美国一方面势强 而另外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卷入冲突的 这种骑虎南下之下 现在在安全政策方面也有更多的进退时局 我们看到美英澳以奥库斯第二支柱为抓手 在推进扩原 这暴露出了美国希望在亚太打造更多的封闭排他 小圈子这样的动向 那表面上看呢 可能是在为所谓的印太战略壮大声势 而其实是在内部埋下了更多难以调和的矛盾 未来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好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